香港時間晚上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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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有關這個 這一節我都繼續講 冰球這件事 晚點我就會講歐盟 訪問北京那件事 接著 英美時段 我會講中俄的 中俄合作網絡審查的事 但有一件事 我說得明白 現在劉靖一個月裏面 有四個侵權的帖 已經有四個 因為理據很清楚 他用我的 他screamcat我的東西 醜化我不得 拿他來Patreon 這個絕對不是Fair Use 因為你的Patreon 是收錢的 這是惡意針對商業對手的行為 這件事沒有可能接受 美國也不會這樣給你的 美國商業對手之間 Fair Use 是有限度的 這是我很熟悉的 現在我Facebook香港 我說多次 陳樹走了 如果還有人包庇的話 我這件事會再拿上董事局 你們都不想被裁員 我想 有一件事我講得很清楚 這些眼仔 巴別特激特無神人 我要求Facebook totally remove 我下一個就會去到Patreon 我這個真的不是很客氣的 你不喜歡黃世澤是一回事 你不喜歡黃世澤 而拿來做你的商業Promotion 而且還行這樣的惡意醜法 我就不好意思了 而且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 應該搞清楚你的教職員這樣做事 你的教職員很空閒 我發現 我想問吳慧明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但是為什麼可以容許一個這樣的教職員 可以這樣留在日本研究系 我是中大校友來的 我也是 我想這件事已經去到一個荒誕危奇的地步 我很少是這樣要動人 但問題是沒有辦法 你熱狗是這樣做事的 黃毓民教一些人就好像幫會那樣 幫會那樣來搞華卡納集團 你搞這件事 你惹著我 我也跟公關公司說 你用這些打手動我的 結果你只會踩屎上身 我認真 有時候 其實你不惹著我 我沒有什麼興趣到處惹人 但是問題是你惹著我 我就 我就真的怎樣 我不想變妄介莊域 當然我沒有奇惡的維斯 這麼帥 我最期待奇惡的維斯 就不是莊域 是康斯坦丁 第二集 康斯坦丁那個好看 軍事坦丁 好 講完這些老闆 這個 國際兵員 就講為什麼國歌會在YouTube上找 原因 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 香港政府這班人 都沒有 港協這班人都在炒 炒了他們 完全IT常識都沒有 他那隻國歌 原來他有一個USB碟 預備了 他就說 因為讀不到USB 所以 就 就 我現在就在YouTube上面找 YouTube上面找 第一個項目 一定是 袁榮光歸香港 因為袁榮光歸香港 才是香港國歌 應該 結果當然就播了 袁榮光歸香港 當然你說 香港政府的網站 你可以給人家 但你知道 香港政府那條 殘體 你敢開 我覺得 整件事要不就沒有IT常識 要不就一開始 就是一個 立心邪惡的事情 我為什麼說 一開始沒有IT常識 或者立心邪惡 我為什麼這麼說 根據一般來說 其實有兩件事 YouTube如果對IT 我們做IT工程的人來說 YouTube是最安全的 其實 如果我在YouTube 找國歌 我是最安全最安全的地方 其實 我不算這個 iTone 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YouTube 因為 我YouTube 我可以 98%肯定 它不會有病毒 對IT的人來說 有幾件事 第一最怕的是有病毒 第二就是 一定有權限進去 OK Youtube 我不會沒有權限 Youtube 我一定有權限 Youtube 每個人都可以 access 的 它也是最普通的網站 大家一定是先 access Youtube 這個不用說 另一方面就是 你說那些殘體網站 有可能開不了那些殘體字 另一方面就是 殘體網站 經常都有病毒問題 你知道中國那些人 連政府的網站都可以寫 木碼的 神經病的 是呀 中國的網站 很離譜 告訴你 很離譜 其實我現在在考慮 用另一部電腦 就是 如果有些 可能要涉及看那些 妖書 妖細的 我會用另一部電腦 看到 因為 很普通的 有時候看那些 仆街的東西 那些妖書妖細 有時候 用iPad 有一部 已經差不多要退 有什麼事 就怎樣 刪除外面的資料 那些 那些 iPad 你這樣才安全 因為中國的網站 本來就是虧的 那些 又開不了 就算開到有病毒 可能有病毒 那個Wise Warning 一看 不可以開 但USB 是一定不讓你插入的 因為 偷資料的東西太多 或者有木馬 這些事情太多 差不多 其實 十年前 我認識的那些金融機構 已經說明了 USB 手指是不讓你插進去的 基本上你沒有權限 如果 譬如你金融機構的電腦 你要插USB手指 基本上你要寫信申請 你要 問個IT 即是開過USB權限 即是用他的帳戶進去 你要抄什麼資料 或者有什麼資料 放進去 你就要 是那一刻 才給你 他就要驗那隻USB 肯定沒有事 而且一定是必要的 一定要抄那些資料 才會給你做 是去到這個地步 很嚴重的 其實這些 差不多 譬如你說 國際體育賽事 播放國歌的系統 那些是Critical System 那些 廣播的Word Station 其實是 做廣播的Word Station 不用說 那些Word Station 我們不會亂抄東西 不會讓你這樣做 電台也是 你 你是不是 把歌隊 放入USB手指 這些做法 你不可以 以前還可以 幾年前已經不行 已經不可以這樣做 或者我看到這樣做 我覺得太牙煙了 因為 你那個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中毒 還有中國做這些病毒 這些事情 根本整個街頭都是 所以 有一件事 你基本上整件事是消毒的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你整件事 其實播錯國歌這些 所謂播錯國歌 在我眼中沒有播錯的 是正確的 袁榮桂歸香港才是香港國歌 這些 那些 那些 茶杯的風波 這些事情 大家笑一下就算 這些事情 你做大 你證明 這是鄭雁鴻 鄭雁鴻就好像做這件事 很鄭雁鴻作風 鄭詠遜這些 鄭詠遜這些 我簡直覺得制裁他 其實鄭詠遜那些 應該跟愛爾蘭政府說 因為 好像胡幸宜的親戚 鄭詠遜 那胡幸宜住過北外的嘛 他肯定這家人 在愛爾蘭有些財產的 炒他們的愛爾蘭有什麼財產 然後又怎樣 叫愛爾蘭政府動手 啊 奉承他們家裡的錢 就算了 我就是這樣說的 這些人 這些人要不要客氣呢 你幫共產黨 你自己那麼喜歡 那麼愛大灣區 你回去外圈還 就是 基本上 這些事情是小事 一般來的就是大家笑一下就算 也都 某個程度 有一件事就是 對國際社會來說 他們認同了香港 是真的一個厲害的地方 你不願意 你不要袁榮光 他在香港 你找第二隻 但是義勇軍進行國 就沒有人認為是代表到香港 真的沒有 這些這麼共產黨的東西 沒有 但是你 你中共 你鄭眼紅 你習近平也要白卡 要硬 要硬 你 結果 國際社會 其實國際社會是反感的 對這件事 真的是反感的 因為你這件事 你根本上 你自己 stupid 在先 你戴個USB手指 這件事 說到 怎樣 USB手指 不准插入公家電 我就現在是常識來的 近年USB手指的消量 已經低了很多 就算在我們德國來說 USB手指是很便宜的 但是沒有人買的 為什麼沒有人買 第一 萬 第二 容量又不是大 OK 你說容量大 也不及那些External SSD External SSD就值得玩很多 你說一T 韓國做的External SSD 又快 又行得快 又行得好 說70歐 70歐 70歐是包了銷售稅的 真的有19%VAT 如果你是企業買 你不用給VAT 企業買50多歐 50多歐的東西 很便宜的 如果你用公司買的話 一般都不算VAT 因為公司用的 你私人用的 當然是給VAT 不要太薄的 這些 但是公司用的 很便宜的 你買一條 手指都不理出 而且手指周圍都不給你插 最慘的是 手指周圍都不給你插 你買來 就買些雞蠟回來 近年USB手指的銷售低了很多 那些 是真的 少了很多 雞蠟 雞蠟 然後我有什麼 要傳來傳去 用雲端算 當然雲端都不是每間都給你玩的 真實說 譬如你 Google Cloud Google Cloud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Google Drive 都不是每間都給你吃的 現在很多的 Critical System 都給你吃Google Drive 因為那些Google Drive 不知不明外交 隨時又是播毒 太多人都要玩這些賤 中國尤其流行 即是怎樣 全File 現在就是怎樣 手指是真的有什麼用途 即是 真的有些File 又不是要廣頭捉到 又有這麼多尺寸 那又怎樣 你可能親自見面的時候 給它 它自己也慢慢炒爆它 即是你一定是快 用Cloud 純粹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這種場合 一般都用SSD 用SSD交收的 外面 用USB-C的File 那些 你抄了幾百GB的File 但你都幾分鐘 幾分鐘 貨仔就什麼都完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你證明香港政府 這些人 不懂IT 這件事 根本一開始就是政治打壓 為什麼說政治打壓 就是 我剛才說的是 茶杯會的風暴 而且 這些困難 你港府不知道 我不相信 你港府的電話 給外界的 那些 那些 不明外界的USB 手指插進來 我不相信 每間都是這樣的 全世界的大機構都是這樣的 手指就不給亂插 因為亂插就會有問題 是這麼多的 喂 有些東西是推心比己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香港政府那幫混蛋 你看到 其實楊勇紅 楊勇紅 楊勇紅就是一個 肯定是一個全家產 楊勇紅 因為楊勇紅 你看到這件事情 楊勇紅 他的認史證 這個人從做教育局局長 到現在做文化體育 旅遊局長 你都看到這個人 這個人 純粹為了擦鞋 寧阻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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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條全家產 楊勇紅 楊勇紅基本上是 要做戰犯來處理的 那些人 日後香港從國是戰犯 那些人 其實 沒有 因為你把文章小事化 但是這些是熊衛兵作風來的 只有熊衛兵 直到左派才 將小事無限擴大 這些其實甚至去到 清帝國那時候 文字獄的玩法來的 那些 中國人最厲害的 老實說 有些小事 好像拿著你的把柄 然後無效擴大 劉政也喜歡玩這些 劉政屈人也喜歡這些 那不然 但是那個決定 不和他變了 違反copyright 所以他就判了copyright 違反 就告他違反 為什麼要這樣呢 沒有辦法和他變 因為中國人是這樣的 他為了自己政治的益 可以將這些無限擴大 政治的益 也好 金錢的益也好 這個是慣性來的 這個是很Chinese的 這件事 你甚至有什麼澳門人 在英國都是那些 謹養 那些 說真的 全部都是這些 這些禽獸 整個香港就出門擠入 這個政治禽獸 那你對著政治禽獸 你哪有理性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技術問題 很小事 你根本連SEO也沒有關係 你根本就是 你很簡單 你就是 你很簡單 那件事 香港政府你整個YouTube Link OK 如果你真的要有意見的問題 你放一個Unleased的 Unleased的片 Official 一定不會被人 接著你有什麼事 就說我給一條 YouTube的Unleased片 對 給你這裡拿 搞定 有幾個硬 你給YouTube的Unleased片 趕完 YouTube 可以這樣用 YouTube 一向都可以 Unleased的片 都是我們這樣用 這張東西 我們扔去扔去 其中 因為YouTube本來出生的時候 不是我 你是說做電視台 那樣用的 但是我 YouTube最初 原先出生的時候 是幾條 幾條粉皮 想著分享 一些 美國那些 錄影帶 那些人喜歡看那些 那些家庭錄影帶 就是以前 什麼TV TV 什麼少少小電影 那些 其實那些叫做 Fundies Home Movie Home Video 是家裡自己拍的 覺得很搞笑 很搞笑 拿上去 拿錢 大家一起笑一下 那些 那它就變成這樣 其實本來YouTube 是for your purpose 因為它本來的目的 YouTube 所以YouTube 那個Videos管理 那個很 跟現在的專業年代 因為它做了太大的意外 你會做大了 就像Google 入主也好 都沒有辦法 那些 Content Management 都做得很差 那些事情 很簡單 它還要加了一大多 SEO 它自己Google 夾了私貨 結果就怎樣 搞到一些事情 自相矛盾 亂殺大 沒有 它本來 它不是 它本來就是 Video Sharing 的意思 不是當電視台那樣 你幾條人拿著 大家笑一下 是這樣的 問題就是 香港政府 連這個 基本用途都不懂 我經常覺得 香港政府 是一班 低人人士 真是低人 我告訴你 低Q人 完全低Q人 而且 就算你不想YouTube 大Q把 這些 就是肯定 每一個 對很多 IT人來說 是覺得安全的 Video Sharing 的網站 很多 其實 其實 我 最重要的是 我對這個 sharing 最重要的是 我不讓 一些 不明外約的 3rd party file 進入 我們的系統 這是最重要的 關鍵 這是每一個 IT人的原則 所以 YouTube 那些一定 受歡迎的 很簡單 也不需要什麼SEO 也不關SEO 因為YouTube 你可以給Unlist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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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是有 那些 你才能看到 都沒有問題 關SEO 什麼事 你給他連結 拜拜 YouTube連結 又不複雜 那個 甚至 你給那些 短短URL 都可以 專心做的 精心做的 短短URL 都可以 香港政府 你 立心不良 所以我覺得 一件事情 你 既然你港協 這幫混蛋 你不是代表香港 你 你 楊潤雲千方百計 要打壓香港 楊潤雲一定是 當國賊的 這是叛國罪的 一定是 日後 香港重江是當叛國自處理的 這個不用說 我還是說 現在香港的九官 全部當叛國罪 香港重江之後 不用客氣的 這個 一是反人類罪 一是叛國罪 就隨便一解 我告訴你 全部都是最高罪行 但是 既然他們都沒有心 要幫香港 那 沒事的 跟英國政府說 跟著怎樣 如果日後 美國政府要求取消港協 中國香港奧委會地位 那時候 將地位轉移給 在英國成立的 一個叫做 香港臨時奧委會 跟著 由海外離散的 香港人去代表 香港出戰 掛香港旗 如果你說 中國香港要出戰的話 那沒事的 那些 只會出戰 在俄司 北韓 伊朗 古巴 這些 這些野蠻國家的運動會 那你還玩我那份 這些 大家都公認是野蠻國家 不用說 對不對 就是 我經常覺得 港險這幫 垃圾 送去堆田居算 你都不是為香港 你掛得香港的旗 你說掛得香港的旗幟 你不要跟我 有一些 廣州那些 小粉紅說 什麼 他收香港政府的錢 香港政府的錢 是香港納粹人的錢 不是中共的錢 混蛋 更加不是廣州人的錢 所以那些廣州那些 做YouTube五毛那些 點他上 我認真 其實那些做五毛那些 是直接要點上的 逐個要點上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 練真生點上 日後西方國家 就全部把這幫人 如果是他在西方國家 駐著去 去到這個地步 要這樣對付他們 因為這幫人做事 藏土豪美 北歐都是這樣的 濫用 網絡益名本來 不是比這幫人這樣玩的 但是你知道中國人 玩硬規矩的人 是超濫的 那現在的人 你都不是為香港著想 那你就不要代表香港 代表香港 我的期望就是 你一日天有我和 要不就願榮光歸香港 去香港旗之下去參賽 這個就是我的期望 因為那個只是真香港 所謂的香港 香港不是一個地理名詞 香港 香港是一個民族去的 這個很清楚 當然 因為香港這個土地太小 香港 如果歸英 我只能說 歸英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香港土地太小 我們沒有辦法妨礙自己 是這樣解釋的 就算現在的情況是 新加坡會不會自己出事 我不知道 你知道新加坡的 李顯龍都管得到什麼 看起來就好像很幸運 其實我就不是很入管 好了 今晚第一節 明天就佛節 Good Friday 下一節我就會講歐盟 那個 還有麥空訪問北京 驅峰帝 我就叫做驅峰帝 那天做白染的 然後深夜就衝鵝全面審查 那些 我先講到這裡